这是地瓜叶 也叫番薯叶 它是一种爬藤类植物 这里有一堆的地瓜叶 我们可以去把它的籽来种 也可以到菜市场去买树枝比较长的地瓜叶 也可以拿来种 地瓜叶呢 刚开始栽种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阴凉的地方 你知道它茁壮的时候 它也可以在100%的太阳底下生长 地瓜叶在黑泥 有一点白沙黑泥的泥土生长是最茂盛 首先呢 挖松泥土 挖了有一点深 就把地瓜叶的树干 还是树枝 埋在泥土下面 地瓜叶呢 你可以把它的叶 全部拔掉 种它的树干 它也会生长 有地瓜叶的树枝呢 也是会生长 然后我们把地瓜叶 种在有一点的距离 把泥土埋一下 盖过它的树枝 还是有树干里面有根的 盖下去 压紧 然后浇水 刚开始 最好是在有遮阴的地方 凉凉的地方种 刚开始种的时候 两天淋一次水就足够了 持续到三个星期 一定看到它开始茁壮叶子很茂盛 也证明了它的根已经在生长 这样子呢 就可以两三天淋一次水 它就会慢慢生长 越来越多 刚才呢 是种在室外泥土里面的方法 现在是做这个花盆的方法 我们首先准备一个花盆 找一些泥土 有带黑泥和沙的 就像我这里这样子 最适合种这种地瓜叶 然后再放地瓜叶 树枝 还是树干 然后再把泥土 盖住它的树干 让有地瓜叶子走出来 压紧 然后呢 浇水 两天浇一次也就足够了 持续三个星期 就可以看得到 地瓜的叶子 会长得茂盛 也很漂亮 也就证明了 它的根开始生长 种地瓜叶 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很容易种 希望你可以自己种地瓜叶来吃 就讲到这里 祝你身体健康 万事独一